有位徒弟要去见师父 他跟师父讲 师父啊 我终于开悟了 我觉得今世而着非 今世而着非 就是今天是对 而昨天是错 叫今世而着非 以前的几十年 师父我都错了 可以再也我不去想他了 只当那段时间不存在 这个师父说 嗯 好极了 那你明天到山下的花店 去买一把晚香玉来 你要直直的下山去 不要绕路 师父 但不绕路 我们就得经过风化区啊 师父说 去买花就得了 花买回来了 一到晚上 新乡就四面翻译 整个屋子都分房 是照我吩咐地去那家店买的吗 是的 师父 经过风化区了没有啊 师父 我们经过了两次 你不是去买花的吗 怎么到了风化区呢 师父眼睛里 闪烁着严厉的目光 但是师父 不经过那个风化区 我们就买不到花呀 徒弟急忙地解释 师父说 你到过那种肮脏的地方 花还能香吗 香香香 师父 你没闻到吗 你刚买到的时候还香呢 师父笑了 哈哈哈哈 孩子啊 这就对了 人活在世界上啊 不经过那些肮脏的思维呀 哪能有今天的清静无我呀 你没有迷失的痛苦 哪有寻找到佛法的欢喜呀 人生都有很多的过去 有些虽然过去了 但是那段过去 我们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 这是今天我们学会放下了 因为我们要出污泥 而不然地修成一朵莲花呀 这时候师父露出慈悲的笑容说 我给大家打出来看一下 大家把这几个字打出来 给大家放一下 绝今是而浊飞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你觉悟的是今天 而昨天还不是 是绝今而浊飞 并不是昨天 是今天觉悟了 虽然开悟 而昨天不是 虽然是开悟 但是他不是大彻大悟 接下来 大悟就无所谓 浊飞 就是说如果你开悟的人 你觉悟了 你就无所谓 昨天你是不是做错了 所以我们很多人 今天在修行 明天还在想着自己过去 那些痛苦的事情 你要是真的开悟的话 你就不会拥有浊飞 就是不会拥有昨天的错误 但今世里有浊飞呀 也就是说 但是今天我们的觉悟里面 有昨天的不对呀 所以没有一朵莲花 能够否定曾经污泥的存在 没有一个今天的果实 能够否定昨天的种子 我们没有一个人 今天修行学佛了 你会否定你曾经做过的那些污点的事情 所以修行人 本身就是在逆境当中来改变 在困难当中向前进 我们过去做人 那是一幅凡夫像 现在我们学菩萨了 有一个修成正果的一个过程的菩萨像 所以修行人要将所学的佛学理论 哪怕是遇到自己利益的时候 都必须要用意念来 佛的意念来对应自己 人都会碰到困难和不顺 只是有将凡夫的境界 转化成菩萨的境界 才是真正修行的功夫 否则你一辈子学佛 就叫空谈佛法呀 是真正修行的 是真正修行的 感谢观看